经过最近这几波的降雨 日月潭水库的蓄水率终于冲破了八成 码头也不再干旱 潭区美景重现 影桥也变得平缓 官方统计5月上旬至今 潭区近丈的水量已经超过了3000万吨 水情景适应暂时稍微缓解 日日潭水位攀升 潭区放眼望去是湖光山色的美景 近期美与近丈 日日潭风光重现 码头影桥也变得平缓 很难想象5月初的时候 码头干旱到土石裸露 影桥也是相当陡斜 桥蹲下的柱子甚至整根完全露出 民众前来也直呼 日月潭有水了 美景也回来了 有水会比较好看 究竟日月潭水量回升多少 看到5月初美与报道前 日月潭水库蓄水率只有五成多 但是经过美与洗礼 25号已经冲破八成的蓄水率 管辖的台电大关发电厂表示 从5月首播美与至今 潭区总共进账的水量 超过3000万吨 水型的状况是有解渴的情形 但是因为目前其他地区 还是用水有相关的一个需求 那还是请下游的部分 利用这段时间 尽量的节约用水 日管处则表示 水位达到745公尺左右 将陆续恢复关闭的影桥和浮排 也会拆除影桥的止滑条 让使用推车或轮椅的游客 通行更加方便 记者曾如辰南投报道